与人在这个世界 第一桩大四 就是我们怎样决定不得过道 这个重要啊 人生在一世当中干得轰空烈焉 最后如果到山土去了 不值得了 那是大错特错 所以如何保证我们决定不得过道 我们在生命当中只有向上提升 不会人家堕落 这叫大死 那么提升 最殊胜的提升 无辜于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是头等大死 他的理论 他的方法 极乐世界的境界 详详细细堵在这一部金柱子里 这一部金从头到尾 像我们这次细数 你不能不相信 相信了真干了 你肯定 你去超越 不但超越六大轮回 超越是法界 什么都不要 都放下 才得大自在 真的 方老师 我一生赶紧的 一生不忘记 他把佛教介绍给我 告诉我 说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么每个人都知道 我这一生经历的苦难很多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我经历的全都是最高享受 别人看起来是苦难 对我来是最高享受 为什么 我对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种事情 永远干干 人家能经得起考验 一次考验 一次提升 智慧提升 德行提升 境界提升 发习也提升 那怎么不开轮 没有这些人 我怎么会提升 没有这些司 也都不能提升 就得于考试 越是难考的题目 那你升得就越高 好 这些人 有什么 我怎么会提升 就会不着急 有什么 变成 好 有什么 对 有什么 有什么 那边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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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